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又出数字藏品,这算侵权吗? 某种意义上很多产品是擦边了 王一博参演的纪录片 《我和我的十大二》 近日发布了全新的纪录片数字合集 而王一博旗下的乐华娱乐 近期也宣布发布以乐华十二周年家庭演唱会为主题的数字合集 将带来本地现场演出与数字合集的跨界链接 该系列包括艺术家王一博的主题数字系列 说起来,这是官方的嘻哈四 还推出了限量数字合集 什么是数字馆藏? 数字馆藏本身就很有价值 数字内容是资产化的 加密的数字权利和凭证不可复制 不可篡改,不可分发 可以解决版权保护的诸多痛点 国内市场尚不成熟 是一个新兴领域 2021年开始快速扩张 目前,版权和知识产权都是有价值的阶段 这是违规吗? 没有王一博的名字和王一博的肖像 他有自己的版权和IP 这不是正式的进攻 但实际上是边缘 友情提醒 各大平台所有数字藏品 懂得人自己圈子玩 不懂得请勿引导瞎冲 特别是擦边王一博的藏品 某种意义上很多是擦边了 和王一博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想发行王一博相关藏品的 都请大大方方联系王一博 购买专属发行版权 凡是认准王一博本人 这谨慎提醒 是为了不懂得粉丝 不瞎冲 保护自己也保护王一博的权益 也不要贬低这行业 如果懂 自己根据洗好丸就好